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七輪的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現今香港中學對學生施行法禁不合時宜 由正方金巴倫長老要道中學對反方馬錦鳴慈善基金馬陳瑞希紀念中學 現在為大家介紹雙方的辯緣 正方主變為林美琪同學 正方第一副變為李思琳同學 正方第二副變為楊啟江同學 正方傑變為張詠琳同學 反方主變為黃紀正同學 還是名字是錯了?不好意思 主席我們這裏的主變不是黃紀正 正方主變為黃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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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蔡俊瑞 好 想問一副是否賴雙魚同學 一副是賴雙魚同學是傑變 不好意思 賴雙魚同學是傑變 不好意思 我是馬陳的老師 剛才主席你提到的次序應該是上一次比賽的名單 好 會交了新的名單 可以看看紀錄 或者現在問同學叫什麼名字都可以 好 好 為了快智可不可以請反方同學 講一講個名字 我記一記錄 然後之後再去 比賽開始之後再去看個表 不好意思 反方主變是蔡俊瑞同學 一副是曾思蘭同學 一副是曾思蘭同學 OK 曾思蘭同學 二副是陳仲希同學 好 一副是陳仲希同學 一副是賴雙魚同學 OK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反方主變是蔡俊瑞同學 第一副是曾思蘭同學 第一副是曾思蘭同學 第二副是陳仲希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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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是賴雙魚同學 現在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隊員 傅永林小姐 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隊長 前隊長陳振遠先生 拔稅女書院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 李偉老師 梁偉老師 現在比賽定式開始 本場比賽分為主變 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 台下發問 結辯 局六個環節 台上辯論發言時間為 四、三、三、四 每位台上辯論發言時間結束前三十秒 將會有一叮提示 叮一聲 然後我也會去舉牌示意 然後時間到會有兩叮叮叮叮提示 然後過小十五秒即會有三叮叮叮叮作提示 屆時本人將打斷辯論發言 並且提醒評判去扣分 詳細的賽規早前已經發佈於各參賽的學校 請問雙方主變對於賽規有沒有任何疑問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比賽就正式開始 現在請先請正方主變發言 請在發言之前試一試麥 謝謝 試麥、試麥 請問聽不聽得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的 想問法方給我聽得清楚 清楚 可不可以嘗試再說大聲一點呢? 試麥、試麥、試麥 請問聽不聽得清楚? 可以 那正方主變同學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定 主席、評判、右方同學 大家好 法禁是學校對學生的一種移用限制 現今大部分香港中學對男女學生都有不同類型的法禁 例如說禁止掏染、流海不將過眉等 學校更會規定男生不可以噴定型髮膠 女生要摘起頭髮等 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研究助理教授黎遠生指出 校方對服裝和髮色的要求總建基於一些辦學目標和原則 例如彰顯學校的團結精神 展現校風純潑令學生保持整潔 而表齊一 以維持學校形象等 於香港而言 校園是社教化的重要場域 除了傳遞知識也會培訓學生的服從性 以建立社會接受的行為紀律和價值觀 禁法就只是其中一環 然而 學校的角色除了傳授知識 亦都要顧及學生的成長需要 以及價值觀的培育 若果只顧統一而忽視學生的成長 不及法禁就顯得不合時宜 何方贊成電題原因有二 第一 法禁網顧學生的個人需要 學生選擇發言背後可以有很多因素 日前東華三院黃福南中學 一位姓林的男同學 就學校不准他留長髮一試 告上評機會 引起爭論 但其實他本人都說 他保留長髮不是因為個人喜好 而是因為自身有性別焦慮 學校的法禁規定 令他長時間承受身心壓力 因此向評機會提出 學校取消法禁 當然 日方會認為這類情況向校方申請 校方都會體諒 然而並非每一個學生都好像臨同學 願意坦白自己的痛處 更何況有法禁的情況下 即使校方准許 當其他學生見到他與眾不同 等同於說給所有師生知道 他有特殊需要 這類做法都未能全面地考慮學生的感受 然而 對於臨同學這類情況 學校更加不單是要求他立即剪短 更加是說不剪就不可以上課 歸亞拿教育部部長直言 頭髮無論變成怎樣都不會影響課程 因此學校更加沒有太大必要 要刻意分配人手限制學生發應 而是尊重學生選擇 現今香港中學的做法反而是適得其反 第二 法禁造成髮型定型 扭曲青少年價值觀 香港多年來積極推廣平等及尊重 教育局局長 蔡若年提醒學校 可以參考種族平等與校服 該指引由平基會在2014年製作 雖然不具法律效應 但也確立了學校制定儀表規定時 應該要考慮的平等原則 去到社會 我們經常會因為髮型而判斷一個人的好壞 耶魯大學研究人員上司調查 髮型對人的影響會有怎樣的變化 結果發現所有人都可以在幾秒內作出評價 看回香港 只要在學生時代染金模式 就一定是古惑仔讀不成書 頭髮青少少又說是飛仔頭 當青少年長大後投身出社會 仍然會被這種黑板的印象影響 學校作為一個教育的地方 應該做的不是帶動標籤化的風氣 而是教育學生接受多元 尊重不同人的外形 不要以貌取人 最後想問右方 學校在教育的過程中 需不需要同時顧及學生的感受 在他們成長上提供更多的協助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編發言時計為3分39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的主編復學 凡請出來試試麥克風 試試試麥克風 聽不聽到? 主席聽得清楚的 想問反方給我聽得清楚 聽得清楚的 想問評判聽得清楚 好,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評判 友邦和我對話 各位大家好 在今年7月19日 黃國南中學學丹林達盡提出 他因頭髮過長 而在學校面臨各種處罰 他也向評刑會提出 學學觸犯了性別歧視條例 希望全港可以解除罰禁 但我們要搞清楚 學學實施罰禁並不是為了性別 男女性別 而是幫助學生去做了一個整潔 戴風形象 那不要再問問有風同學 這件事是不是就是普通大眾 這件事不是就是普通大眾所認同的嗎 舉個簡單的例子 位於美國加州長灘的學校 在1995年後 要求學生一定要學服上學 正正是因為這個規定 有武器犯罪 供低了52% 吸毒犯罪 供低了69% 有毒犯罪 下降了51% 這件事正正證明了 規管能夠迎合主流大眾的需求 而建立一個壞社會 而法禁都是出自於同一個目的 當社會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當社會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法禁就可以迎合社會大眾的認可 我們又怎麽可以說它是不合適呢 所以我方認為這條變態是不成立的 因此我方反對變態原因有二 第一 學校設立法禁 可以幫助學生融入社會群眾 符合時代所需 學校其實是社會風氣的縮影 可以幫助學生進入適應 社會風氣 當中包括大眾的容易表上期望 舉個例子 你有沒有見過藍教師 帶著高馬尾見家長 又或者你有沒有見過醫生 將自己合法演成五眼六色去見變人 見病人是沒有的 因為大眾對質體的移用有一貫的期望 而學校只不過是根據大眾的觀念去定立法禁 所以我們可以 所以我們見到不同學校都有不同的 所以我們見到不同的學校都有大同小異的法禁 例如 學校對男生女生的流行是不可以過微的 這些都是學校 對於社會形象的需求 讓學生有一個精神的樣貌 更加容易融入社會群體 第二 在法禁的規定之下 學校可以鑑定處理特別需要的學生 為了盡可能照顧各個持份者的福祉 其實學校可以實施法禁的同事 鑑定處理特別需要的學生 例如這種做法 其實在香港其他學校就已經有一個經歷 根據香港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的 副教授郭騰所講 他曾經只觸過一個 心理上是女生 但是心理上是男生的學生 這個學生 他向校封提供了家長訊和醫生寺 要求校封讓他穿男裝上學 男生校服上學 而學校最後都是答應了學生的要求 而其他學生就是按照校規要求 校服上學 我們可以從這個例子看到 校規和學生之間是可以有彈性處理的 假設學生證明到自己真的有特別需要 那學方單獨處理多名學生的頭髮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一刀切除發禁呢 講到學校學之所而制性發禁 就是想要規管學生有一個整結大風的形象 幫助同學融入社會 而現時的學校 而現時的學校發禁 存在這麼大的贊成空間 就是照顧學生的需要 又怎麼會不適合事宜呢 因此今天的片題發成了 多謝各位 反方主辯的發言時間為3分56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派出入位台上辯圓 按反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辯會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然後有一分鐘的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 在限時到達前15秒會有一丁的提示 屆時我會舉牌並且舉出丁一聲 時間到則會有兩丁 接著就會到反方派出一位 台上辯圓向正方的主辯提問 請評判去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 發言次序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現在有請正方派出一位 台上辯圓發問 請在發言前聲嘗嘗嘗咪 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的 想問反方同學聽得清不清楚 好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學立論的基礎在於 其實學校是要幫同學建立一個 符合社會風氣的一個發言 所以有方同學我們回兩個層面來看 大家從個人層面來看 有方同學說我們可以特殊照顧那班有需要的學生 其實有方同學 今天你是從美的角度去說幫他們 但實際是否在幫他們呢 麻煩有方同學之後再論證 第二 有方同學說其實我們的校風其實要整潔要順托的 問題就是這種標籤別人 我們必須要整整齊齊的文化 其實又是否這個社會所追求 未來我們要追求一個尊重、平等、多元的社會的價值觀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主編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ов而言 儘管 你們 不想死 我們 不可能 如果你 準備時間結束,又請反方煮電出來回答 請回答之前先試麥克風 請問正方同學聽不清楚 反方煮電同學,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多謝方同學的問題 發禁,校服,校服的義勇,這些在香港以前到現在都有這樣的規定 為什麼會有這些規定呢? 正正是學校會因應社會的變化,社會的需求,社會的期望 去定立這些規矩 所以給我們這些規矩都希望我們有一個好的環境 好的方式去容積應社會的方式 所以法禁和校服的容 都是因應社會而去有變化 還有是學校會因應社會而去有變化 多謝各位 接著輪到反方提問 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元發問 請先試一下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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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靜光同學聽清不清楚 我今天也是小路 你看一下 可不可以再打聲一點? 試麥 可以 可以 你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试试 可以 叮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聚聚的位置 大家好 那有方同学说 南乘晋同学他就 南乘晋同学 我想问有方同学 南乘晋同学 他是否一个特别的例子呢 如果他是一个特别的例子 是不是就因为他而去废除 香港中学的发展这个规矩呢 多谢各位 现在正方主便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计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咸 специ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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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闭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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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 又请正方主便回答 請在發言之前先試試咪 試咪試咪,請問聽不聽清楚? 請問法方同學聽不清楚?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請試意 可以 定 還有各位大家好,首先多謝有方問題 有方跟我們說林同學這個例子是小數 首先有方怎麼跟我們論證他究竟是小數呢? 而且其實是不是小數我們就不需要去照顧他們呢? 另外就是有方跟我們說 學校法禁可以符合這個社會的形象需求 幫助他們融入困體 但是社會是不會要求我們一定要統一的法刑 因為這個社會跟我們說我們要尊重多元文化 我們要尊重他們所有的需要 我們要保護他們 但是現在學校正正就是禁了一個法禁 不讓學生有自己需要的時候 他仍然要他發禁 就好像林同學我們剛剛也有說 他明明是有需要的人 但是其實學校仍然要求他剪短頭髮 不剪短也不能上課 這個是怎樣可以幫助他們融入困體呢? 另外有方跟我們說 有這個彈性空間 剛才我方在主編的時候都已經有說過 發言時間結束 謝謝 台上發問的環節就結束 現在又請正方第一副面發言 請在發言之前先試一試麥克風 請問請問聽得清楚 請問聽得清楚 請問聽得清楚 請問反方同學聽得清楚 有方同學可不可以再大聲一點? 請問現在清楚 請問可以保持 請問反方同學覺得清楚 正方第一副面同學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香港示意 好 定 正方大家好 有方同學今天有兩大問題 第一過於片面 我方主編問有方同學 在教學的過程 需要同時顧及學生的感受 在他們成長上提供更多的協助 其實今天雙方已經達成了共識 我們也希望可以照顧特殊需要的學生 但今天有方的事的過程 過於合集 認為學校可以單獨去個別處理就可以了 但其實這樣就等同於 他們要在眾人面前承認自己的痛處 暴露給人知自己的特殊需要 精神科專科醫生張正平表示 出現性別焦慮或者自閉的人士 在社交方面出現困擾 嚴重的甚至會被標籤和欺凌 令他們的情緒更加容易產生問題 因此今天要照顧這一類的學生 要先減輕他們的心理壓力 再再一步處理他們和同學之間的相處 然而現時學校的做法是為求所謂的統一 忽視了學生的需要 只是急於叫學生無論如何都要先處理好頭 甚至不讓他們上學 優次不分 做法令人發指 第二 有方堂今天就先入為主 有方就跟我們說 因為社會是要求和期望 學生要有整頁的形容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 所以我們要符合社會大眾的觀點 所以其實今天有方堂最大的問題 都是被社會標籤化的價值觀去同化 今天有方見到一個學生橙青 那他一定就是壞人 演法 那他一定就是不能少年 但為何一定是這樣呢 就像今天有方就跟他們說 醫生是不可以演法 老師不可以長頭睡 但為何一定是這樣呢 這個正正是我方想改善的東西 這個也是社會的弊病 就有例如 社會大眾看到南亞裔人士就會標籤他們是犯罪分子 家人又會叫我們要小心點他們 但這樣代不代表全部南亞裔人士都是壞人呢 今天有方就在未了解學生這樣做的背後原因之下 右方就因為將髮型去標籤 不接納某一些髮型 然後就覺得一個學生的身份 是不應該有這些髮型 更而認為容許學生這樣做的學校 就是一些比較差的學校 為何今天願意尊重和顧及學生需要的學校 就是一間差的學校呢 其實在外國很多學校都是沒有髮型 那是否代表他們的成績和學習水平 一定是比有髮型的學校差呢 其實讓學生自己去選擇髮型 都是一種教學的過程 今天學生可以從中學習 欣賞他人髮型 從而灌輸一些尊重的價值觀 學會如何去尊重欣賞他人 而今天教育不單單只是在於成績上 其實學生的心智發展成長其實同樣都是很重要 今天學校是否只是在乎學生的成績 今天學校是否只要在乎學校的成績 心智發展這些是否根本就不重要呢 多謝各位 正方第一副辯發言時間為2分38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有請反方第一副辯 正在發言之前先試一試麥克風 請問正方和我聽清不清楚 請問正方和我聽清不清楚 好 反方第一副辯同學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香港示意 可以 定 主題評判有官同學 正在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官同學跟我們說 發禁為何不合自然 但是有官同學有沒有想過 為何學校要實施發禁呢 對著有官同學合身的責任 我們可以看得出 有官同學是沒有了解過的 其實剛才我幫主編都已經講過了 實際其實是有校規現身而來的 有官同學是否認為學校不應該有校規呢 根據香港學校奉附入社會副主席的文件 在校規法理程研討會中的展示說 學生學校使用校規可以教育學生 在校園生裡面有這個良好的行為 和習慣自律和法治精神 成為一個依法手規的人 這個就是正正我方主編講的 學校是學生進入社會前的鋪墊 現在有官同學是否真的不認同校規範了必要 另外我方也不想強調學校制定法禁 除了想幫助同學家庭人的規意識 同時都想令同學更加適合社會的風氣 雖然香港法律並無規管市民要能夠的法律 但其實社會對男女都有約定住成的規定 這樣從香港一律律都可以見得到的 很多公司請人建功的時候 都會特別留意建功者的法律 不如全球最大的國際性能力支援公司 藝康都指出難時認證工作的時候 留長頭髮會用現時 留下不整潔的印象 不理起的頭髮就比較適合 而女士又最好就是在頭髮 避免欺散頭髮 為何公司會對認證者有這樣的發言期望呢 那就是因為正正社會縮起 那就是出體整潔的同學 駕駛立法會議員諸葛卻也指出 校規定立了基於教學理念 亦關乎於社會文化的方式 本來還認為某些議員才符合學生的收訊 所以學校才會有法禁 難道有工學年這麼冷淡的 道理都不明白嗎 今天有工藏學口中的合適 就是廢除法禁 封印學生自由簡卻發色 即使學生披頭髮髮 影哭想法也無所謂的 但其實這件事要遷移於社會風向 換句話說 即是要符合社會普遍共識 當香港社會目前主流價值觀 都認為男士頭髮不如過長 女士頭髮不如過短 並且要維持自然發色的 跟著得體相同的資格 我們在學校制定發禁 幫助學生維持得體的形象 又怎會不合適呢 而就著有工同學所說 如果學校廢除法禁的話 會有這些好處那些好處 但我想問是有工同學 所說的種種好處 代價是要偏離社會普遍共識 還可以成為合適宜嗎 多謝各位 反方第一副片的發言時間為2分55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有請正方第二副片出來發言 請在發言之前先試一試麥 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請問反方同學聽得清不清楚 好 謝謝 正方第二副片同學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好 可以 各位大家好 雖然學生要守秩序和服從 就像有工同學所所謂的 未來社會建立的一種風氣 但每一種規矩的背後 其實都有不同的影響 例如守時有一種責任 關乎你日後工作和人制 暴力是社會不容許的 所以在校園之內 同學不能互相傷害 反觀發言 在校園內不同人有不同的發言 對於他們出道社會 其實有什麼很大的影響呢 所以其實今天雙方都要正視學生的心理成長 明白到學生可能產生性別焦慮 或者是先天性的自衛症影響 需要突破發言的限制來補內心的需要 對方今天給了一個極不公平的論證責任 要求我方說如果解除法禁 是否所有規則都可以無事呢 但其實現在學生背戴什麼眼鏡 書包文具 全部都是自己選擇 都屬於一種放寬 那不論法禁 按照有法的耐失 是不是這些都要禁止呢 所以因此我方一虎都提及過了 到底什麼應該放寬呢 是要看背後的意義和教育的性質 例如今天變題討論的法型問題 在理論上雖然法型不代表一個人的能力 但不代表你改變了法型就會立即變得很受歡迎 但既然轉變法型的代價本身就這麼低 為什麼不能讓學生在實踐上去學習呢 其實法型原本是一個很中立的存在 我們不應該覺得女生短髮男的長髮有什麼大問題 反而大家要思考的就是 為什麼男學生留長頭髮就是破壞社會的 或者是學校園的風氣呢 總之我方退一步 假設他們真的會留長頭髮染髮 但這種論述背後都是一種固有的思維 覺得學生就一定要整整齊齊的 不合規矩你一定是錯的 但難道我們就應該承認這種風氣嗎 即使改變了法型 對於他們實質的學業影響 是不是又真的符合友邦所說的這麼大的問題呢 雖然法型其實就是一種統一 都是一種社教化的表現 但就是希望訓練學生 但另一方面呢 透過電話演發來建立學生的自信心 亦都是一種個人成長的學質 但當我們明白到 學生可能會覺得演發未必適合自己 那就可能會不演發 而正如我方府都所說 在學校處理學生的頭髮優次上 現在竟然是要求學生先處理好你的髮型 或者你不處理好 我不讓你上課之下 對於性別焦慮或者自敗症的同學 就算學校容許他們不需要規範 理矩不是在幫他們 而是將他們想保護自己的痛處 展現給所有人看到 簡單來說就是 針吸不到肉不積痛 對於這群同學來說 到底他們日常面對怎樣的壓力呢 很難用三言兩語去說 難道我們就用一句 你不合作 你是反叛的了 就合理化 當今社會的差異風氣和教育問題嗎 有當法禁的規則不再視為學生的一項必須的時候 整個社會才不會集中在學生的髮型 就等同於你的為人 從而在身份認同和價值觀上 令學生真正並棄議員性別的絕對分類 以及以貌取人的思想 從而建立一個聆聽他人聲音和需要的社會 謝謝各位 正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2分48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接著有請反方第二負面的同學出來發言 請在發言前先試一試麥 請問正方同學聽得清不清楚 好 謝謝 反方第二負面同學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準備好準備好 準備好 好 叮 主持評判有方同學在座 各位大家好 我方認為現時學校其實已經有足夠的空間 去讓學生去處理他們的法式 令學生都是有最適合移入 或後方發禁的要求 而並非真正好像有方同學後方所說的 現時學校要學生百分百地去遵守發禁 少許的討論空間都沒有 加上社會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宗教種族 她都有自己特定的規則 去遵守 例如石刻教他們是規定了不被剪頭髮或剃膏 出街的時候都只會轉紋 一個蛇餅用布包著 同樣 而穆斯林的女生也是會被要求遮蔽全身 就是露出面部或眼部 而地利亞歇和爾中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們的學校是會收這些學生 而這間學校也會根據他們的宗教 而對他們的頭髮 以及需要穿著的特別服飾去進行體諒 同時也會好像有北南中學學生 臨集症的學生一樣 是會有不同的需求的心理需要 例如性別認知障礙、自閉症等等 只要有醫生專業的判斷 後方就可以根據相應的去作出調整 法禁其實她設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她有約束力和指導的效果 不是單單只是為了限制學生的自由 而是為了方便學校管理和維持學校的秩序 令同學可以在一個秩序的環境下 很好的學習 現在法禁通常也都會連同校服 作為一個校服而言去規管 而這些規則會存在在內 為了可以令學生 所有的心思 全部都放在這個學習的身上 因為如果學生對於自己的形象是很重視的 不單一腳好看的衣服 就好看的鞋 那麼他們漸漸地就會形成了一個攀比的心 18歲青少年來自 她的徹師特 她用了一種合指的染髮劑染頭髮 因為染髮劑過問而導致她暫停了失明兩天 這一個就好好地證明到 青少年因為現在社會經驗不足 而買了質量不好的染髮劑 導致自身的過問 而學校會去規管學生 想為學生大多都是青少年 而青少年她的心別就是這麼成熟 和設計力弱 因為學生的專注力都不會再專注於學習的身上 難道這樣就不是失去了學生 學學校學習的本意嗎 有一方同學在說現時 我社會其實是 程度高可以接受到 這些是性別轉型 跨性別或是青少年的人 但其實真的可以接受到這些人 這些是一些新世代的人 即是現時的青少年 因為現時的風力發達 青少年都可以接受到世界各地的資訊 對比起現時的大多數人 他們當時的教育都是比較少 所以他們當中大多數的人 也是不會接受到 而真正接受到的也是少數的人 那有方同學為何仍然會覺得 大眾的人都能接受到 最後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事實上會發生了些甚麼轉變 或發禁會變得更不合避呢 謝謝各位 打翻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 2分52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進合這個台下發問的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的發問的機會 請正方派出一位的台下便員發問 請便員開啟鏡頭之後 請試麥 試麥,試麥,請問聽得清楚 請問法方和我聽得清楚 請問法方和我聽得清楚 好,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好,定 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提出 學校做出發禁的目的 並非性別定型 學方絕對明白 而有方要搞清楚的是 你沒有這樣的目的 和會否造成以上問題 是兩回事 否則都不會出現 有林同學 報上評機會的事件出現 再者,有方提出 他們可以向學校申請 而非一刀切 因為其他同學 要繼續保持自己的良好 沒有學生形象 其實有方非常矛盾 因為你方根本正在做正義 最後想問有方 你方如何界定學生需要 以及一些不願意公開自己病歷的學生 又可以如何給到相適當的支援呢? 多謝各位 反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和 fus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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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叮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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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便宣媒的 請在回答之前試一試麥克風 聽不清楚? 試麥克風 請問政光和我聽清楚嗎? 聽不清楚?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大聲一點? 是 請問聽不聽清楚? 聽到,謝謝 謝謝 好,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問我試意 可以 定 大家好 首先,謝謝有分同意提問 現在現時 學校的法禁是存在於很大彈性的空間 照顧學生的需要 從哪裏來的 學生會完全一刀切呢? 而現在香港社會 目前只有價值觀都是認為 男士頭髮不移過長,女士頭髮不移過短 如果你們突然看到 可以長期立異 可以男士頭髮 或者可以短頭光頭 我想問一下 現在真的可以讓大眾接受到嗎? 有關同學 你覺得現在大眾 真的可以接受到這樣的社會嗎? 謝謝各位 現在輪到反方拍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請便員開啟鏡頭,並且試麥 試麥,試麥,請問聽不清楚 請問正方給我聽聽不清楚 好,謝謝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定 主席、權盤、有方同學在座 各位,大家好 今時今日大部份學校都有法感 那這些同學是不是就沒有了尊重這種價值觀 有法感我就不會欣賞同學的頭髮 有法感我就會影響了我的心智發展 有方同學所說的心智發展究竟是什麼呢? 心智發展是不是就不包括手規精神的建立案 我尊重了個人的意願 尊重同學 那我是不是不需要尊重共同持守的價值觀? 謝謝各位 好,正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請問我請問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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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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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正方派出一位便員作答 請在作答之前 先試一試麥 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請問化方和我聽得清不清楚 好,謝謝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好,可以 定 其實簡單歸納有方就是活在過去 其實一個社會本身他們不接受同性戀的 所以按照有方的邏輯 其實不應該進行 為什麼呢? 因為社會不接受 同學要整整齊齊 留長頭髮就是不對的 那就不應該留長頭髮 所以社會是不是不需要進步 按照有方的邏輯 其實社會不需要進步 因為很多時候 人類之前不能夠接受的東西 其實去到現在能夠接受 有方的這個進程其實是不合理的 因為社會就應該按照原本的傳統和文化 一直延續下去 所以任何的改變按照有方的邏輯之下 其實都不應該出現 反之有方的同學其實就覺得 其實原本社會這樣便好 清朝那時便摘腳 女生就是殺腳 男生就是留笨 其實按照有方和女生的邏輯 這些傳統的文化 是不是又能夠接受呢? 其實來到現在這個多元社會之下 我們要學會尊重 不是說我們再要分類他們 而是我們要尊重他們自己的想法 不應該視他們為獨特之處 而是我們覺得當他們有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我們吸入一個尊重才是真正的尊重 發言時間結束 聽一方和我停止發言 好,謝謝 好,現在進入第二輪的發問時間 請政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 進行第二輪的發問 請在發言之前試試一下 試麥克風 試麥克風 聽不聽得清楚 請問 反方和我聽聽不清楚 好,謝謝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好,丁 有方和我今天的論證初速 在主編跟我們說 要求學生做下課降低犯罪 一來,有方是沒有論證 和李方口中說的統一 有什麼必然的關係 犯罪率下降都可以是教育水平治安 法規的提升 有方根本就是一個直線的推論 二來,有方的資料都沒有論證 為什麼就等同法庚很重要 沒有法庚的荷蘭、葡萄牙 犯罪率都是低於香港 有方又如何去解釋 請問有方 學校現在都有很多東西是沒有統一的 例如做什麼提行 用什麼書包 到底所謂的放寬和規定 有方是按什麼去標準呢? 可惜各位 好,謝謝 反方現在就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如果超微行進來 請問那些石頭 請問那些如果是可以打開 請問那些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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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開 請問那些石頭 很明顯 請議題 對 叮叮 叮叮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回答 麻煩請在回答之前試一試麥 CYCY,是不是在這? 請問正方和我聽得清不清楚? 請問正方和我聽清楚,好,謝謝 謝謝,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請我試意 可以 好,Dang 謝謝各位,大家好,多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我想跟有方同學說,如果我們是身處一個和諧的一個社會環境下 那學生他們不會接觸到太多的犯罪率 那在這些情況下,學生是不是就可以 學生就可以有一個美好的環境去融入這個社會 而他們就不會在學校教育的時候被人帶一遍 所以我們今天說的就是想帶出說 我們如果有一個好的學習環境,就可以有一個和諧的社會 謝謝各位 現在請反方派出議會台下辯緣進行第二輪的發問 請辯緣開啟鏡頭,並且試麥 試麥,試麥,看得到 請問正方和我聽得清不清楚 好,謝謝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準備好請我試意 可以 謝謝各位,大家好 今天發禁的實施都是建基於社會對各融融的期望和共識 社會上的風俗其實是沒有那麼容易改變的 就算改變都是之後的事 今天我們的變態是說當前的情況 各樣的職業都有他們的融融要求 是根據社會大眾對他們的融融的發展要求 那現在有方同學其實是否不承認社會的風氣和社會的價值觀呢? 多謝各位 警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現在開始計時 停電源 停電源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正方派出一位便員回答 請回答之前先試一試麥克風 試麥克風,請問清楚嗎? 請問方同學聽聽清楚嗎? 好,謝謝你,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請去試議 可以 正 最後,大家好,多謝有方同學的問題 其實我方真的不承認現在社會的價值觀 因為有方同學,其實今天最大問題就是有方今天是活在過去,忽視了未來 為何今天中學生染金模式一定是壞人 如果今天當學生在學習的階段已經可以接觸到不同的法應 他們在知道每個人都有權利去選擇自己的法應的時候 他們將來出來社會會不會覺得染金模式是壞人呢? 不會,因為他們自己親身都是經歷過的時候 那就不會這樣覺得 而這個正正就是我方想去改變的價值觀 就算這個改變是一個很長遠的過程 但我方仍然覺得有必要去這樣做 因為放風作法就是在建立一個新的氣象 令到一些固有的價值觀不要再被困死 謝謝各位 好,現在就台下發文的環節結束 現在是這個結辯準備的時間 雙方結辯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並還是來成功 可以接著 更多例子 我們來的建立一個人 我們得到美好的 我們會不會有壓力吧 謝謝各位 要謝謝各位 我們現在是有一個禮拜的 о估法 我們這次會被訪欣賞 我們現在又倒閉 我們不做一個禮拜 所以我們其他禮拜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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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在發言之前先試一試麥克風 試麥克風 你好,請問這個正方給我聽不清楚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開我試 可以 定 其實評伴有方同學長的各位大家好 這次今天的香港大約有467間中學 不同的中學有不同的大學團體、大學歷練、傳統和文化 有方同學今天一直在說發言不合遲 全港中學都應該廢除發言 如果中學真的沒有發言,我們的生活又有什麼前線呢? 阿朗是一個小樂式章畢業的學生 每個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入到一間好的中學 他們在網上查資料和未來升學最準備的時候 看到一間傳統的名口,覺得這間學校的各種條件都符合他們的期望 就希望阿朗入讀這間學校 但在這個時候,全國的中學都已經廢除了發音 下網裡面所向前的照片,學生都隨心所感染了自己喜歡的顏色 做了自己喜歡的髮型,阿朗的家長就不同意他入讀這間學校 他們認為這間學校的校封不定會影響子女未來的學習 每個學生都演發抗法頂著一個五顏老式的投靠上學 家長又是不是真的會放心給自己的子女入讀這間學校呢? 在家常見到警察,他們不會帶著一個大波浪頭去巡邏 醫生亦都不會帶著一個五顏六匹的頭髮幫你做手術 黑板印象一旦形成了就很難改變 老一輩的認知染頭髮就肯定是不學蒙術 家長不認同一間中學自然就不會讓自己的子女入讀這間中學 當學校修身不足的時候面臨的只會是殺校的風險 那又是不是有方堂學生看到的呢? 可能有人認為黑板印象首先要作出改變之後就可以慢慢淡化 但是一起去護士,大家的第一反應就一定是女護士 司機就肯定是男司機 對於香港不同的人都有各種各樣的定型 而其中對於香港青少型的營養像定型存在巨大的爭議 很多時候會被定下很多負面標籤 現今世代難以再通過社交法的形式去改變人門的認知 因此香港中學為了保護學生個人思想和文化的 以及學校的社區封平 非不得要進出法禁的規則去保護學生 而今天有方同學一刀鐵認為應該完全廢除法禁 因為不合遲 但是不同的中學辦學團體的理念都不一樣 要求的都不一樣 最大的持份者要求我們要有法禁 那我們又有什麼權利去反對有這條規例呢? 但是我們可以跟校方相討要求放鬆規例 雙方通過之後 那麼這條規例又怎會是不合遲呢? 規則是死的人是生的 規則不為一成不變 規則一直都在隨著時代的改變而變著 例如燈光女學院需要禁邊上學 但其實這個規定已經廢除了很久 除了一些特定的日子 其他正常上學的時間已經不需要禁邊 這個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規則變了但它的本質從來都沒有變過 再或者地亞修女協和義中這間學校會疏外籍的學生 外籍的學生通常都會因為文化差異 而和其他同學外表頭髮上有差別 那麼根據校規是不是就不讓他們上學? 不是,一般的學校都會彈性處理 為了這班學校 為了這班學生而修改一些特定的規則 法禁依然存在但並不是完全禁止 而是故自由中有規範 其實我方今天仍然堅持法禁繼續實施 是因為這項限制病是根本無用 不是完全不可行 而是這個限制需要根本社會的改變 而逐漸變化 我方反正法禁不合議 是因為它對中學生來說不可或決 它真的可以逐漸改變 完全禁止只有一刀鐵 其實我們是不是真的完全不需要 法禁這項規則的存在呢? 多謝各位 反方劫變的發言時間為3分20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由正方的劫變進行發言 請在發言之前才試試麥 好,試麥,試麥,請問聽不聽到? 請問反方給我聽得清楚 不好意思 想問反方給我聽不清楚 不好意思,想問反方給我聽不清楚 想問反方給我聽不清楚 想問評估是聽不聽到我的發言 想問反方和我聽不清楚? 好,謝謝 正方、結辯的同學,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一百年前即明末清初時期 統治者要求漢族及其他男方少數民族的男子改替滿族發言 推行提法令,不少滿族都以為不願意改動發言被震惡甚至被屠殺 直至辛亥革命的成功,民國的成立 批法令才被廢除,而一百年後的今日都會出現法禁 以為學生維持某一個髮型某一個長度 不然的話就寄理大過甚至不讓你上課 再各位,有沒有發現其實我們只是維持著以往的守舊思想 只是程度不同? 當現在社會導入現代法,我們都應該有所改變 而怎樣才為之好的教育? 我分認為應該同時滿足兩樣東西 第一,研究,二,新教 如果今天老師說的話和他的行為完全不同 那就不是一個合適的教育 就好像以前的人,學校會教你不可以用暴力 但是老師可以看法學生 這就不是一個好的教育 而正正因為未能夠同時滿足研究新教 慢慢地學校不能夠再看法學生 而今天的老師都會跟你說尊重和平,尊重每一個人 但另一方面,在新教上不能夠尊重學生對於發言上的意見 或是需要在研究和新教上不能配合的情況下 就不是一個合適的教育方式 而總括全場,有方有兩大問題 第一,有方不理解學生的需要 今天是不是真的好事? 有方說到學生最重要就是學習 發禁就是令學生提早社交法 但究竟男生留長頭髮,女生放下頭髮 對於學習有多大影響 甚至可以寄你大過,不讓你上課 有方說不出的 因為我都知道,其實發言不是真的影響那麼大 就算你頭髮過了 一來其實不會影響上課秩序 第二來也不會那麼大影響專注力 就算有方擔心,同學會關心 但關心極,都只是剪頭髮幾天的時間而已 就是說,同學不會剪完頭髮 所以就說,我的頭髮很有型嗎? 然後就不聽書 如果一個學生是這樣不專心的話 其實有沒有發言,去到一樣不專心 而第二,一方不理解髮型對於學生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學生處於一個青少年的成長階段 對於每個人的評價都相當敏感 特別是同輩 當今日朋友說,你的頭髮很有型 說是跟你說你的頭髮弄得很漂亮 給你老師教你怎麼來得自信 來得那麼快 因此,對於一般的學生而言 髮型其實對他們來說 不但是跟同學溝通的話題 同時也是提升自信的途徑 所以看到,頭髮不是一個身份 而是一種教育的過程 在而對於一些有性別障礙的人 髮型其實對他們來說 是了解自我的第一步 如果好像有方同學說到 你這麼只是一個髮型 其實不但無再去認識自己 更加會令他產生焦慮 去漫步來說,好像有方同學說到 學校可以彈性處理 接受一些特殊人群 它可言不同 但如果整間學校 就只有一個臨同學的男孩子 留長頭髮 或者是令他成為大眾的焦點 這對於學生的心理成長並不良好 只會令更多人知道 你是一個有特殊需要的人 但如果大家都一樣可以留長頭髮 那就不會有那麼多目光看著你 你明明可以從源頭解除標籤 有幫人不做 正是因為漠視學生的需要 其實這個情況就像以前 老順寫的篇封真文章這樣 老順覺得 他的弟弟做得好像他一樣 專注讀書 不應該去玩樂 然後看了一些西方教育有關的書籍 他發現 原來對於青少年學習來說 令他平衡玩樂時間和學習的時間 反而事半功倍 所以 如果今天 一味地逼學生 而理解他們的需要 只會令學生的學習效能變低 適得其他 更何況 狀風髮型在歐美一直做的 只可行性和必然性無需質疑 發言背後也有他的意義在 是不是每個發言 我都只可以用主流的目光去判斷呢 在方向加劇焦點 加劇焦慮 我們跟一百年前的人說 你一定要看法 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可以一步一步去做 去改變 但絕對不是原地答報 謝謝各位 好 正方結辯的發言時間為3分59秒 沒有過時 無者扣分 比賽告一段落 本人現在將會與評判 去稍作聯絡 處理分子的問題 也提提評判 最佳辯論員是需要額外評分的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3位 表現交界的辯論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餘下的一位就得10分 現在我將會以WhatsApp 去聯絡評判去核實分子 再到2個月 再幾個月 請我開箱 稍作人 再加上 2個月 請請 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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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見到一間學校就沒有發禁, 全香港都沒有發禁的時候, 為何我會選一間,見到頭髮五顏六色? 這是你的例子,推下去而已。 每間都是五顏六色, 既然沒有了這個禁止或者特定一間學校的問題的時候, 為何這個已經是他選學校的考慮呢? 這個可能要論得更加清楚一點。 最後兩邊的同學可能舉的例子上, 我自己覺得有點過於極端。 例如正方同學用了種族、文具、穿鞋、膚色等等, 來與髮型做了一個類比, 那是否一樣呢? 第二,好像是反方同學舉的例子, 也是,在反一的時候提到, 就是法禁從校規來的。 取消法禁是否等於取消校規, 是否不是太關係呢? 邏輯上是否不是這樣推論下去呢? 取消法禁為何會等於取消校規呢? 那為什麼又會推論到沒有校規的學校會怎樣呢? 我做過幾間學校, 其實好像我記憶裡面的幾間學校都很明確說我們學校是沒有校規的。 就不要說明門規定有一個校規會怎樣怎樣。 全部都是可能是學校一直的風氣、習慣、風格, 所以顯現出的一種形態。 但是,是否法禁這件事和校規的關係不是一樣的嗎? 對等,就是沒有了A就等於沒有了B, 或者沒有了B的世界會怎樣? 或者學校會怎樣? 這個邏輯推論上可能要更加好一點。 然後,我去到反方的結辯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問一個問題, 即是會想一件事, 等下, 最後的時候, 反方結辯最後那一部分我就開始有點疑惑。 其實你們那邊的整條線, 你是想說法禁這件事仍然有, 但是可以改變那個法禁。 意思就是, 這些東西需要有, 但是就是要符合時宜去改變, 還是還是仍然要有以前的那種定型以下的, 你們所說的男生一定要短化, 女生就不可以披頭散化等等的這些規條呢? 是的, 這就是要說到後面我才…… 這就是討論IB的時候, 整天都強調一個東西, 是黑板印象這個問題, 乃至社會偏見這個問題。 黑板印象, 是我知道你們大部分人, 黑板印象護士就一定是女性, 司机就是男性,医生就是男性,如果是女医生,我们看到在街牌上会夸着女医生,女医师。 社会好像过去就会有这种性别定型,但性别定型是否要突破呢? 我们会去讨论这件事,过去有的一些偏见,无论是种族偏见,肤色的偏见,甚至是性别的偏见,不应该要改的吗? 再回到今天我们讨论的香港今天的社会,香港如果今天我们刻意地用性别偏见的话,是否有问题呢? 我们不是应该要讨论得更加深入的就是今天的社会是怎样,或者如果社会有问题,我们是要对应这个问题去在学校里面继续下去,是否都有问题呢? 这个位置,好,那我就略略说一说我自己的感受,那专业的就留给两位专家。 谢谢梁慧老师,现在再请傅榮林小姐为双方的表现给予评语。 好,首先也谢谢赛会邀请我做评判,其次我相信各位中学生都辛苦了,因为我自我所知的中学生,这个赛季比赛是比我们大学生打得还要多的,所以刚刚开学,打了一场这样的比赛,我觉得也不错。 可能我自己有大部分很认识梁老师的说法,如果辩论这些没有专业的,我们都是听到什么,我只是做一个判准而已。 而我自己的个人的判准方法一直都是以你们双方场上最主要的交锋,然后我去看看你们对于这个最主要的交锋,哪一边赢呢?我都判哪一边。 很明显,其实整场的焦点就是落了在究竟社会的期望,对于我们营聚的期望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坦白地说,我自己的中段是有点明白的,反方想说那样东西。 反方,我都感觉到你们很尝试去描述,究竟现今社会对那个... 比如刚才说,你也预望护士是一个女生,可能预望医生可能是男生。 你们有很多尝试去描述好这些女生,去表达社会大众可能有这样的期望。 虽然我一开始听起来是有点怪的,但我想起来都觉得,其实也有点理解的,就是 你们其中一部分就说到,其实真真正正接受到有这么大的改变,只是年轻一代而已。 那可能其他,甚至乎你说拿一辈一点,可能都未必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第一,这些很直观的论述,当然如果评判自己都有一个亲身的生活体验,当然是可以明白到。 但我觉得反方,第一,都有一些,好像林老师所说的,我觉得尝试塑造这些画面是好的。 但有没有真的一些数据,或者有没有一些更加多的说法,一些权威的说法去说这件事呢? 不要单凭是,就是那只是数据我们评判之间的认知。 那如果评判的生活体验和大家的生活体验不同的嘛。 那如果评判的生活体验,觉得,喂,不是哦,老一辈都可能很接受到, 那可能自然的心证就不合你这个点。 但我也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如果年轻人已经接受到这样的改变, 那取消法禁都挺好啊,是不是? 都挺符合到他们要接受这个改变的东西。 所以你都要留论证,但是既然年轻人接受到这么大的改变的时候, 那为什么还要保留法禁呢? 就是这个是一个你们需要处理的立场问题来的。 那当然啦,政方... 就是当然正确,双方打的事情都很大了。 但是我觉得, 政方在主战上,都有很多更加可以说的东西。 例如,你们用林泽俊来到那个前进, 其实我第一个,你们主表我记住了,就是一个个别例子呢? 就是, 那可能有性别之类, 可能是你后面也有一个说法就是, 那不是个个人都想揭自己的创吧? 我觉得你们可以补一句就是, 就是正确不是因为个个人都想揭这些创吧, 我们更加不可能知道。 那我们从一个校方的角度, 我们应该给更加多的空间学生, 而不是逼他们赶出来的。 那么我都用这些说法去包装, 令到你们不像直接用林泽俊这个个别的例子, 去引入这条题目那样。 那... 那其次啦,就是... 当然啦, 而且我觉得, 政方,如果你说你们要塑造那个社会的期望, 其实我觉得, 你们赢得最多的呢, 就是赢得一个道德高地的。 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点是, 辩题上面真的有点给了你们的优势。 因为, 你们说的是, 哦, 是啊, 现在社会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多人接受的。 但是, 是不是代表可以不改? 因为不代表嘛。 就是我觉得, 你问我, 你问我说, 在资料, 论述上面, 你们论述社会的期望是否比反方觉得更加好呢? 坦白说, 我不觉得是的。 因为你们的论述可能都只不过是, 哦, 难道我觉得, 橙青就一定是, 飞仔吗? 就是, 为什么男生不可以留长头发吗? 你们都是一些很素术, 直观日常生活的一些描述。 所以, 你说, 在实质的资料, 或者论证上面, 你问我, 双方, 正下一方, 那个, 对于社会期望这么主要的论点论述呢? 我觉得差不多而已。 所以, 唯一, 如果我判了政方赢呢? 一, 你们赢的, 只不过赢的就是读得高地的。 就是, 我很欣赏的, 我觉得这些欣赏就是打得很放的, 就是, 是啊, 现在社会有问题的, 那不代表我们不改呢? 那, 遗憾地就是有什么辩论, 可能, 而且它有这样的善天优势。 但是, 我相信, 我对于双方的那个优势的判准呢, 都会在我的分子上面反映。 那, 最后, 都说一些一些, 就是辩论逻辑上面的一些问题。 其实, 刚刚梁老师都说了的, 那, 包括呢, 如果有些存在即合理的那些说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反方也会出来说, 喂, 那, 法禁源自于效规的啦, 那我们都是依法守规而已。 那, 你的意思就是, 那些效规写了的东西, 你一定要跟从的了。 那, 那会存在即合理, 那, 就变成了, 其实, 你没有认证, 为什么我们要保留这个法规。 那, 甚至乎, 我也很认识地想起来, 因为我最后所说的是, 反方到最后再变才会出来。 这个说法就是, 规则是可以变的。 其实, 我觉得这个更加是反映应该用的计划来的。 你们可以说就是我保留法禁的东西 但我怎样做法禁可以是两回事 当然实际怎样做 我觉得有待反方可以再商讨 但是我觉得这个 如果你们的主持一族是这样设计 其实成现社会高层次很多 就变成是正方在拿那个 要改变社会的道德高地的时候 你们都可以拿一个就是 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平衡道德高地 然后变成就真的由评判去到决定 你们知名的家风哪一边比较说服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所以也说一点就是 例如我现在做大学生 大学生都没有法禁的 当不是给大学生又不读书 大学生都验金毛的 大家看到那些旧镜形身形 个个都红色黄色 上一番学都不代表 当然我觉得有时候 用日常生活去塑造一些画面 是好的 但是同一个时间 当你试一下自己论点 是否合理的时候 不妨用自己日常生活的例子 去想想是否合理的 不论如何都辛苦了 我都知道刚刚开学 立刻打一场比赛很辛苦 不论今天才果如何 也希望你继续加油 也祝福大家开学顺利 谢谢 感谢傅小姐的评语 现在再请陈振元 陈振元先生去走双方的表演及评语 谢谢 OK 好 谢谢主席 陈振元 是正确的 元又好 都不要紧了 首先都多谢赛会的邀请 也都好像刚刚刚说 辛苦就是双方的同学 而且在9月10日 已经进行联赛的最后一场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呢 坦白说就是撇除本身开学 这些的背景资料 就是说单纯就这场比赛的 双方的交锋 双方可能是资料运用等等 那个质量来说 以言论超级联赛的标准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失望的 可能以往的《苹果》 其他都是双方的比赛来说 这场我觉得有很多 可能基本上在立场的问题 推论上面 运用资料上面 我觉得都是不足的 是的 那么首先 一个可能 刚刚平坦都说了很多 在内容上面 觉得双方有什么地方 可以再做好一点点 那么我试试一下 由整条辩题的角度去出发 就是假如今天这条辩题 要去处理得好一点的话 双方可以有什么的方向再去想呢 首先第一条辩题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就是 最重要的那些字应该是自移 不合自移 OK 就是法禁都是那些东西 中学都是那些东西的了 不合时宜 所谓何为不合时宜 或者何为时宜 其实这个是期望 双方今天会说 在主编的时候 已经很明确地说出来 就是事宜 是什么呢 但是很遗憾听到它后面 其实基本上去到二户的那些位置才会听到 OK 正方的想法觉得社会是要进步的 OK 反方就觉得现在社会那个的 对于一个中学生的形象应该是怎么样 OK 各自说了社会应该是怎么样 但问题是再进一步了 社会应该是怎么样 是否等于时宜呢 还是学校是否应该去追从社会的期望 这个就叫时宜 还是学校其实是可以去作为社会的潮流 因为你都是培养社会的下一代而已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学校这一步 为社会 就是作为社会的价值观 学校提供一个推动的力量呢 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学校不一定是配合社会的 反过来应该是学校尝试去改变社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双方这个想法上面 正方如果说得出 学校是推动社会发展的 OK 那你做一些事情是不符合 现在社会认知 那有什么问题呢 我就是要打破这些错误的认知 反过来反过来说 如果你觉得学校应该是要配合社会的 因为你是社会的一部分 你是培养未来社会的人才 所以应该配合社会期望的话 所以你只要做那些事情 是不符社会期望 不论那样东西是正确的 不论法禁 或者是社会有个黑板的政治正硬 不论这样东西是正硬的 总之社会是这样想的 我们学校就有责任这款 培养这样的学生 如果你是暴露说得出这个立场的话 那我又会相信这个 其实这个是事宜的 因为你今天打的是合不合事宜 你不是应不应该 应不应该就是牵涉一些 真是非黑释法的造设判断 但是如果你说不合事宜的话 事宜 你合一个错误的事宜 你也可以这样配合它 那你也是合事宜的 事宜、错误和对 并不构成今天正方反方去判断 法禁是否合事这个地方 所以呢 可能双方 我会觉得 在这个立场上面打得有些绑手绑脚 有些事情呢 怕说出来 难听 又或者不是很敢打得这么放 所以就变了不断在那裡 社会好像不是这样 社会其实都想学生是这样的 但是你讲不出 那究竟这个和合不合事宜的关系在哪里呢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会觉得 令到双方一直到最尾 我都不是很 很 真的要肯定地说服到我的 一个原因 那另一件事就是 就着刚刚的讨论再延伸下去 就是事宜 正方其实去到台下法文的时候 就提出了一件事就是 社会是要进步的 社会要进步 所以呢 我们这个规矩都应该要去解除了 这样 因为它是不合事宜的 但是这里我也有想到另一件事就是 其实今天说到尾 反方的立场很清晰 就觉得社会现在觉得 留长头发 金毛的就是飞仔 反方是很明确地认为 社会是这样的 但是反正正方来说 你觉得现在的社会 对于长头发 对于染金毛 爆炸头这些 社会的立场是怎样的 这个是有影响的 因为如果你觉得 现在的社会 是已经接受到长头发 已经接受到金毛 不等于飞仔的话 那OK 那你就直接说 社会其实都已经接受到 多元的发言 为什么学校还不能够去配合社会呢 那你打不合时宜 会打得轻松一点的 但是这里你要论性了 为什么你觉得社会 是接受到这些头发 那实际怎么论性 其实可以透过 譬如说资料 譬如 当然资料不是说统计数字 你很难有一些的民意调查等等 但是我所说的资料 是一些的助成 包括刚刚那位评判有说 可能是很日常生活里面的助成 大学生他都是这样 社会对大学生的看法是怎么样 会不会觉得大学生就很废呢 不是的 社会都依然是这样 就是我家长都依然生小孩入大学的 甚至乎 会不会是一些社会上面知名人士 或者我们大家都觉得他是专业的人士 他其实那个发言都可能是很奇怪的 例如说沈旭发言 他有产厅有金毛那样 但是大家会不会觉得他就是一个悲哀 他不是一个学者呢 那似乎不会 那如果你说到这一样东西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论证到 就是社会其实对于这些奇怪的发言 是接受到的 是不是OK 又或者反过来都可以说 社会其实现在不接受这些发言 那你在立场上面同意了反方 正当在立场上面同意了反方 那只不过为什么会构成 今天大家的反方不同呢 原因就是对教育的想法不同 刚刚所说 一边是觉得我要配合社会 教育应该要配合社会 另一个就觉得教育应该是推动社会的 那所以你觉得教育 纯粹配合社会这个想法 都是不合时宜的 因为教育应该是创新的 应该是要推动社会发展的 那如果说到这一样东西 那对于政方来说 你的立场就会清晰很多 相比起反方 今天很明显的那个感觉 就是在立场上面 政方是有些含糊 就是模糊不清的 那这里是我对 就是政方的一些意见 和整个相比较的意见 那说多一点反方 反方其实刚刚评判也有说 很多地方其实都是说得很理所当然的 就是说因为那些学生 他解除了法禁了 所以他就只是顾着法刑 不去读书 因为那些家长看到这间学校的 那些学生的披头散发 那你觉得那间学校就不好了 甚至去到捷电 觉得很夸张的 那些学校不好 不送子女进来 然后就搞到杀效了 那你那个推论 其实你在没有任何的 座政 没有任何的推论的情况下 就直接说到法禁 去到最后会变成杀效 那这个是一个都挺大的 挺大的结论在那里 但是如果你当中是 是欠缺任何东西去支持的话 那就会好像今天那个感觉 就是我好像是在看报纸 或者可能是在看新聞 访问一个家庭主婦 你怎么看 解除法禁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辩论上面 应该不符合辩论的标准 那我对今天双方的表现大概就是这样 好,感谢陈先生的评语 现在就将会宣布赛果 在公布赛果之前 首先为大家公布本场比赛的 最佳辩论员奖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是 正方第二副辩同学 李思琳同学 恭喜 现在为大家宣布赛果 今天的辩题为 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施行法禁不合时宜 由正方金巴良长老会 遥到中学 对反方马锦明慈善基金 马陈瑞希 马纯瑞喜 纪念中学 正方得票为3票 反方得票为0票 赛果为3比0 由正方胜出 恭喜 今场的比赛到此结束 多谢大家